11月9日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在华盛顿举行 杨洁篪、魏凤和江桐蓬佩奥、马蒂斯主持对话 眼下赤逢美国中期选举落下帷幕 中美贸易摩擦也处于胶着状态 而在本月底 中美两国首脑将在G20峰会会面 在此背景下 这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是否是双方关系回暖的信号 对话会涉及哪些问题 中美两国的安全底线又在哪里 美国今年以来对华态度变强硬 中期选举确实是一个因素 但是比较巧的一个因素 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是美国内政 对外交的影响是间接的 现在美国有了一个分裂的国会 未来特朗普内部执政可能会比较困难 从外交上来看 一是对国防的影响比较大 特朗普在第一个残年把国防预算增加了10% 是里根以来增加最快的 另外美国现在战务严重 民主党一定要在军费上为难他 特朗普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可能会受挫 毕竟没钱了 他的口气就没那么大了 这是一个影响 另外一个影响是 因为国内政治很难出成绩 特朗普有可能在外交上寻求成绩 通过是强显示肌肉加强威慑 但也有可能走向理智化 真的跟中国合作取得一点实惠 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现在还有点说不来 这次中期选举结果被形容为美国国内大分裂 但中国头脑一定要清楚 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讨厌中国 你看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前几天在新加坡的讲话 说中国必须马上让步 要是不让步 经济冷战的铁幕即将降临 鲍尔森被称为是野形的民主党人 原来一贯主张中美合作 他现在也这么强硬 说明什么 美国国内在对中国态度是比较一致的 我的感觉还是中美贸易摩擦 到明年中期就会结束或者告一段落 因为美国现在跟我们挑起贸易摩擦 有几个特殊的时机 特朗普认为美国经济现在挺好的 中国经济很糟糕 所以现在挑起贸易摩擦对他有利 这是他的一个判断 但是美国现在经济好是有水分的 实际上是靠打鸡鞋打出来的 特朗普上台时 奥巴马教导他手里的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 在这个基础上 特朗普给美国经济打了四针鸡鞋 减税鼓励海外资金回流 基建投资计划 取消一些金融管制计划 你想想看 本来就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 再加上这四针鸡鞋 经济当然一片向好 但这是不可持续的 我推算到明年中期这几针鸡鞋的药效就没了 美国经济本身的现状 会导致特朗普明年年中就冷静了 不会像现在这么狂热 这样的话贸易摩擦可能就告一段落了 但就整个中美关系而言 竞争性上升将是长期的 因为根本问题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变了 原来把中国定位为有缺陷的合作伙伴 尽管原来对我们七不满八不满 但还觉得我们是伙伴 现在对中国的定位则是主要的战略竞争者 定位变了 很多摩擦也就随之而来 贸易摩擦只是其中一张牌 台湾、南海、东海、朝鲜半岛 都是他手中的牌 包括美国提出印太战略 其实是想把他的联盟体系 从东北亚往东南亚和南亚扩展 拉印尼、越南入伙 连印制华、连俄制华 这都是他的既定方针 除此之外还有舆论战 继续到处宣扬中国威胁论 中国人权问题论 在一带一路捣乱 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搞三零协议 把中国排除在外 总之美国对我们的战略定位变了 这是中美关系最大的背景 而且在这一点上美国两党一致的 因此会有一串麻烦 贸易摩擦只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们要对中美关系长期处于竞争面战主导地位 的现状做好准备 想通过这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马上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 但对话本身是有价值的 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进行对话就意味着双方有意愿不走向全面对抗 有意愿避免新冷战 这对两国的市场和商界都是一个积极信号 目前中国企业界没有信心 大家都不投资 资金外移导致人民币下平压力很大 股市惨淡 期货市场情况也不好 同样美国目前股市情况也不好 国债利率突破3% 所以双方坐在一块谈 其实都是给国内经济界发出温和信号 告诉大家虽然我们有矛盾 但是请大家放心 我们不会打起来 另外这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为11月底G20两国元首会面 创造比较好的气氛 做一个好的铺垫 感谢观看